看看新闻网 选美人终于结婚了 7月9号下午 刘璇通过个人微博 向所有喜爱她的粉丝 公布了这一喜讯 而她的丈夫 正是相恋十余年的 当皇馆演奏家王涛 据悉两人是在今年1月 前往美国拉斯维加斯旅行时 注册结婚的 当时制的新人既没有穿礼服 也没有拍摄婚纱照 一切都简约到了极致 而新郎王涛的父亲 四川足球名将王茂俊 在接受娱乐新天地记者采访时 就表示双方家长都十分认同 新人们低调厨师的风格 其实早在2001年 刚从体坛退役 转航进入娱乐圈的 奥运体操冠军留学 就与中央音乐学院的 副教授王涛相识 对体育和音乐的共同爱好 让两位年轻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2007年 王涛曾参加过 由东方卫视举办的 大型综艺节目 加油好男儿的评选 当时刘璇就首次 以女友身份亮相助威 给了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惊喜 她参加这个比赛我们都挺反对的 就是觉得就像我说的 就是好多很多担心的地方 所以我就劝她要好好想 但她觉得她一定要来参加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 可能没办法去阻止她的时候 那就只能支持 和一般的明星情侣不同 刘璇和王涛一直都处事低调 从不在公众场合 以恋情为卖点博视眼球 如今这段长达11年的恋爱长跑 终于修成正果 无论对体育还是娱乐圈来说 都是一大喜事 我觉得可能在外表来看来 可能她给不了我什么东西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真心的去相对 因为我们从来两个都会在外面 就是比较亲亲我我 认识我们的朋友 都觉得这样很好 娱乐新年底下家文综合报道